嗨大家好,我是Ryan 前段时间呢,Ryan做了一些节目和大家聊过了飞机的重飞 当时Ryan就说呢,飞机重飞是一个很少有人经历过的体验 那其实和重飞相比呢,飞机的终止起飞是一个更少发生的事情 那Ryan飞了十多年啊,一次飞机终止起飞都没有经历过 那其实并不是因为我特别的幸运 其实我跟我身边那些同事啊,大家聊过之后呢 发现其实真的很少很少有人经历过飞机的终止起飞 那前段时间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啊,里面就是说 在今年的10月19日,在美国休斯敦的行政机场 有一架经过私人改装的MD87型客机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及时决定终止起飞 但是终止起飞失败呢,飞机重出跑道,最后起火爆炸 那万幸的是呢,飞机上的21个人全都平安的逃脱了 那飞机在终止起飞的时候发生过很多致命的事故 比如说在2008年9月19日 有一架再有几位乐队明星的Learjet60型飞机啊 在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大多会机场起飞的时候 飞机终止起飞失败,然后冲出跑道,起火爆炸 那飞机上的6位乘客呢,当中只有两位侥幸逃脱 但是也身受重伤 其他的4人呢,就不幸身亡了 那在1996年的6月13日 一架从日本福岗飞向巴厘岛的印尼航空的DC10型的客机啊 在飞机已经加速到抬头起飞的速度的时候 机师才决定终止起飞 那飞机也是冲跑道 最后起火爆炸,导致三人死亡 那更早的在1962年的6月3日 有一架再有132人的波音707客机 在法国巴黎南部的一个机场起飞的时候呢 因飞机没有办法在达到起飞速度的时候 视力升空,那机师无奈地终止起飞 最后飞机冲出跑道,起火爆炸 那飞机上呢,只有两人最后幸存 Ryan之前呢,经常有这样的经历啊 在晚上的时候觉得肚子很饿 然后就拿出手机来,打开点餐的平台 然后选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在手马上要按一下下单那个按钮之前呢 又觉得啊,好像这个时间吃饭不太合适吧 那想着想着呢,手就已经在按钮上按下去了 那按下去之后就没有退路了 菜已经点了,所以就只能等着来吃了 那其实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就是当飞机加速到V1速度的时候 那V1这个,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那V1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其实V1是一个计算出来的速度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条跑道上 当这个飞机加速到差一点点就到V1速度的时候呢 机师都可以决定中止起飞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呢 机师中止起飞如果一切都正常的时候 那飞机应该是理论上可以在跑道的范围内安全地停下来的 但是一旦这个飞机加速到了V1时刻 那更不要说超过V1的速度 那飞机如果中止起飞的话呢 是很有可能会冲出跑道的 那么超过V1速度中止起飞呢 是不一定会冲出跑道 但是一定不会百分之百的安全地停在跑道上的 那么V1速度是机师用来做出 to go or not to go这样的一个决定的速度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 在飞机起飞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速度用来参考 这个速度大概呢 有的飞机是用80节 有的飞机用100节 假如说是小于100节的话 你会认为是低速阶段 那么大于100节呢 就是高速阶段 那飞机在低速阶段的时候呢 会觉得比较容易停下来 那不太容易出现什么问题 所以说当机师在低速阶段的时候 一旦遇到飞机上有任何一点点 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比如说飞机上有什么警告灯亮起来了呀 或者觉得飞机上有奇怪的声音啊 或者感觉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震动啊 各种各样的原因 只要机师觉得不对劲 我不想去继续起飞了 那在低速阶段呢 是都可以终止起飞的 但是一旦飞机加速到超过了 比如说100节 进入了高速阶段的话 那机师就会变得非常小心谨慎 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终止起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机师只会对一些 如果飞机起飞起来 会比飞机继续待在地上更危险的情况 进行终止起飞 那比如说飞机的引擎故障啊 飞机失火啊 或者前面有风切变的严重的警告 等等类似于这样的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机师才会决定 在高速阶段下继续终止起飞 所以就是说呢 其实当飞机在跑道上加速的时候 随着它速度越来越快 机师呢 也越来越不太可能会去真的终止起飞 那刚刚前面说的那几个非常严重的事故里面呢 就有很多都是机师在超过了V1速度之后 决定终止起飞 最后飞机冲出跑道的 那为什么机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 当然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机师 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力 在当时呢 他错误的认为 这个时候他应该可以去终止起飞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机师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飞机其实还有一个 除了V1之外的叫做V2的速度 那么这个V2速度是飞机可以加速到 能够抬起前轮开始向天空爬升起飞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 那VR速度呢 一般来说是至少和V1速度一样的 甚至有时候还会比V1速度大很多 那也就是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那飞机到了V1速度之后 机师才能知道这个飞机能不能安全的起飞 那假如说这时候突然发现飞机有什么问题 不能立刻起飞升空的话 那已经就错过了V1速度 所以这时候终止起飞呢 就只能冲出跑道 那机师的选择就只剩了两个 一个就是硬着头皮终止起飞 另外一个就是想办法尽快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来源 解决到这个问题 让飞机能够继续升空 那终止起飞 尤其是高速情况下的终止起飞 会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操作 所以说在驾驶舱里 只有机长才可以决定去终止起飞 那副机师呢 是有权力决定飞机去不去重飞的 但是对于终止起飞这件事情 只有机长才可以决定 那机长能做这个决定 他的权力的来源就在于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呢 飞机的推力手柄是要握在机长的手里的 假如说这个飞机起飞呢 是副机师来操作起飞 那么当副机师呢 把推力手柄向前推啊 设定在飞机的起飞推力之后呢 这个推力手柄就会被机长接手过去 那么机长的手会放在推力手柄上 那在整个这个起飞滑跑加速的过程当中 都是机长在保护着推力手柄 那一旦机长做出决定 要进行中止起飞的时候 他会在驾驶舱里面 大声的说一声reject或者是stop 然后他的这一句话说出来呢 就代表着他接手了整个驾驶舱里面的操纵 那么这个时候他会关掉飞机的推力手柄 然后确认飞机的减速板 然后完全都升级 然后也确定飞机的自动刹车呢 在正常的工作 或者他有没有在使用最大的刹车 然后他会把飞机的反推力系统完全打开 那副机师呢就会去监控机长 没有完成他该做的所有的动作 看一看飞机能不能再跑道上安全的停下来 那飞机中止起飞之后 驾驶舱里面会很忙 首先来说呢副机师会通知塔台 告诉塔台我们现在终止起飞了 那塔台也就会明白 这架飞机会在跑道上停留一段时间 占用这个跑道 这跑道就没办法给别的飞机用了 那机长呢可能会向客舱里面做一些机长的广播 那之后呢两位机师啊 就需要在一起来确定一下 这个飞机这一次终止起飞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 因为终止起飞是机长决断的 所以说可能副驾驶跟机长并不在一片上 那副驾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者说大家可能有不同的认识啊 等等原因 所以说驾驶舱里必须要先确定一下 飞机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 有没有相关的检查单需要去做 那如果有相关的检查单呢 两位机师会把这个检查单先完成 也就相对于是把这个故障先控制住 那接下来的两个机师就需要判断一下 现在的状况需不需要撤离 比如说飞机上起火了啊 引擎着火了 或者说是引擎出现严重的故障 不知道会不会可能会引起起火啊 什么这些危险的情况 那假如说机长决定要进行撤离的话 那接下来就要进行撤离的程序了 那假如说这时候机长觉得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不需要撤离了 那不需要撤离的情况下呢 机师就需要评估这个飞机 还有没有能力进行滑行 那飞机在终止起飞的时候呢 飞机的轮胎啊 其实吸收了非常非常大的能量 那这个时候的刹车片会变得很热啊 甚至可能会这个着火的可能都有 那在驾驶舱里呢 其实是有一个手册啊 可以查询飞机在任何一个重量下 在什么样的速度充值起飞的时候 每一个轮胎会吸收多少能量 那轮胎在吸收了这些能量之后呢 当它达到了一个特定的值的时候 会把飞机轮胎里面所有的气体全都释放出来 为的就是说不要让这个轮胎太热 然后最后自己炸掉 那可能会更危险 那假如说我们查过这个表格之后呢 发现轮胎还没有放气 还可以滑行的话 那么就可以自己滑行出跑道 那假如说作为乘客啊 你很幸运的改上了一次终止起飞啊 我相信你是不会不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的 因为飞机终止起飞的时候的动静非常大 那假如说你的感觉这个飞机刚刚开始加速 然后突然就停下来了 那这种低速的终止起飞呢 一般来说不会有什么危险 那可能给你带来的最大的麻烦呢 就是飞机等一下可能会滑回航煞 进行一番检查 然后你的航班有可能会延误 甚至有可能会取消 所以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假如说你坐在飞机上 感觉飞机在加速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一阵击杀 然后最后飞机停在了这个跑道上 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一次高速的终止起飞 那我建议你在这个飞机开始减速的时候呢 尽量做好这个防冲撞的姿势 高速冲撞起飞其实是很危险的 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 但是是很有可能会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能有效保护好自己呢 那你对你将来的求生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另外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的时候呢 也去确认一下你身边的各个的应急出口的位置 你要怎么样走到那边去 因为假如说万一飞机冲出跑道 很有可能这个满载着燃油的飞机呢会起火的 那一旦起火呢 飞机上可能机舱里很快就会浓烟密布 那这个时候假如说你非常清楚 你身边最近的应急出口的位置是怎么走过去的话 那你可能很容易就找到那边啊 就可以逃生出去了 所以说这是我建议你啊 在飞机上如果遇到终止起飞的时候 要去做的两件事情 那希望今天的节目呢 可以让你对终止起飞这件非常非常少发生的事情啊 有一点点的了解 那也希望今后在飞机当中呢 我们大家都不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OK 那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Cheers